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叫做Alpine的Party Plug Pro 隔音的音樂耳塞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OK 所以這包裝裡面還蠻特別的 它有一個塑膠支架嗎 但是它有寫百分之百可以回收 反正這一個支架還蠻棒的 它把所有的配件全部都隔開來 不會這樣子全部混在一起 所以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然後有我們的隔音耳塞 兩個 然後我們的收納小袋袋 它有一個勾環可以勾在你的背包上 或者是一個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個 可以當作一個小吊式之類的 然後裡面就可以來放你的隔音耳塞 超級讚 然後還有一個清潔的 不知道沒有什麼味道的一個清潔液體 我也不知道裡面裝什麼 反正它是特別 設計給清潔這個隔音耳塞用的 那這個隔音耳塞 喔 它的材質有點特別 這裡還有一條綁在你脖子上 避免你的耳塞消失的 就你可能在活動啊 你在嗨的時候 不小心你的耳塞掉了出來 那它至少是掉在你的脖子上 而不是掉在地上 然後你就找不到你的 超貴耳塞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戴看看 會發生什麼事呢 哇塞 這個耳塞真的是太神奇了 就 市場上其實已經有很多各種不同的耳塞 像是有3M的那種橘色海綿 10塊錢一組的耳塞 但是它降低的頻率可能是 比較偏重於低 比較低頻率的聲音 所以你可能就會聽到比較高頻率的聲音 但是低頻率的聲音 完全就把它隔絕在外面 那這種耳塞呢 音樂隔音耳塞 它的特色就是 它是一次把所有的頻率一起的降低 所以它不會特別把什麼高頻壓低啊 或者是低頻壓低 你的放進去 你聽到聲音的頻率 還是完整的 不會因為你戴上耳塞 忽然你聽不到低音 或者是你聽不到高音的問題 所以它才叫音樂隔音耳塞 那這一組隔音耳塞 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 它長得有點像是那種 游泳用的防水耳塞 但是它用起來是更加柔軟 然後你放到耳朵 不會有那種壓力擠進去 然後抽真空的感覺 就是有壓力不平衡的感覺 因為它這一組設計是 中間是中空的 然後運用那個隔音的東西 然後讓你隔音 所以呢 它的壓力 空氣壓力 不會因為你擠進去 然後它就是 讓壓力不平衡的問題 它戴上去就是 超棒 完全沒有壓力不平衡的問題 真的是超讚 就 那這一組隔音耳塞是透明的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 看不太出來以後 戴一個奇怪顏色的耳塞在你耳朵裡 不像那個橘色的3M耳塞 一戴就看起來 哇塞 超級明顯 你就有戴一個橘色耳塞 這透明的看起來 其實還蠻OK的 那這一組 Party Plug Pro 它的 SNR是21 那你用那個3M的橘色耳塞 它的SNR是29 所以稍微再多了 快要10分貝的隔音效果 但是 這一組的降噪效果 雖然是21 但是它其實已經 阻隔非常非常多的聲音 就是我房間原本有什麼風扇的聲音啊 電腦的聲音 我現在完全是聽不到的 那這一組耳塞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你可以正常的對話 你不會因為阻隔一些 奇怪的頻率 而你不能跟別人對話 你那個橘色的耳塞 戴上去 幾乎是沒有辦法跟別人對話 因為隔的聲音太多 你也沒有辦法聽到 就用途不太一樣啦 就設計的用途就不太一樣 這就是要讓你聽到外面的聲音的 那那一種橘色的耳塞 就是盡量隔絕所有的聲音 對啊 設計的理念不太一樣 那這一組耳塞的設計 原本就是給 像是你是音樂 玩音樂的人 你在練團 你在打鼓 聲音很大 或者是你在派對嗨 那個音樂季在那裡嗨 然後喇叭很大聲 大家在尖叫 你想要保護你的耳朵 你就帶這個 然後你還可以完整的 聽到完整的音樂頻段 而不會忽然 欸 我的低音怎麼不見了 這種問題 就保護你的耳朵 然後來享受你的音樂 我們來試玩一下它的防丟繩 看看 看看效果怎麼樣 那我真的覺得 這個防丟繩就是保險起見 就是 你真的 發瘋到 一直撥你頭髮 或是你的頭 一直撥到你耳朵之類的 不然它其實真的是 塞到你耳朵裡 你除非手去把它拿出來 不然它不會掉出來 它不像是藍牙耳機 你會不小心撥到你的藍牙耳機 這 完全不會讓它掉出來 這個真的是保險起見而已 那這一組音樂的隔音耳塞 它 雖然有點貴 但是它可以一直重複使用 它網站是寫說 你可以重複使用1000次 而且是可以水洗的 就你可以正常用肥皂 然後來水洗 是沒有問題的 那它也建議你說兩年更換 但是你就是看你使用頻率 然後真的 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可能是聲音會越來越明顯嗎 或是降噪 隔音的效果 不是降噪 隔音的效果 越來越差嗎 然後你就是可以 該時候更換的 OK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Alpine Party Plug Pro 隔音音樂耳塞的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的開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